好 为了弘扬花莲县的客家产业与饮食文化 振兴正后花莲的客庄经济 花莲县政府举办了联合记者会 宣布即将登场的客家米食产业节 与客家产业继技艺的博览会两大活动 展现花莲丰富的观光与产业魅力 新闻学院表示 花莲县政府多次举办客家小草全国争霸战 进一步推动更多客家文化相关的活动 特别是丰临镇高密度的客家人口为特色 如果进一步彰显客家饮食文化 成为县服的推动重点 学习能将传统美食推广到更多元的形式 24是论坛 26是我们蔡包杰 再来就是11月7号到7、8、9十四天的博览会 欢迎大家告诉大家 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到花莲 以及邀请不只是客家的乡亲 让大家一起认识美丽的客家 那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烟厂 我们的检业就烟厂 现在算是我们多功能的这个运动场地 那在这个每一周 其实我们都有相当多的活动 像花烟漫漫也才刚结束两天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为了让咱们活动暖身 我们计划在10月24号举办产业大事论坛 让有创意意愿青年们 藉由标杆学习的方式 从主讲者经验分享 以及云潭人意见回馈 了解创意的诀窍 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点语 希望藉由美食产业与记忆的推广 让更多游客来到花莲 进入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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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解释